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讲过 那么修杰在节目里面也预测过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 并且贸易战有可能升级 那么果然贸易战升级了 那么现在贸易战升级是为了什么呢 贸易战升级之后 美中两国又会有什么措施来应对贸易战呢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的起因是什么 起因是中国宣布对美国进口到中国价值750亿的产品增加关税 这个关税增加的幅度相当大 比如以汽车为例 那么如果加上之前的关税 据说现在美国的汽车 如果进口到中国的话 将会有50%的关税 我们知道50%的关税在国际贸易当中 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税的税率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向美国增加关税呢 其实我们看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已经打成了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选战 这次中国针对美国进口到中国的货品价值750亿的货品 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一个就是汽车制造业 再有一个就是农业 我们知道制造业是川普上台以来 让美国在世强大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是川普想搞活美国中部所谓铁锈带经济的重要措施 那么现在中国针对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增加了关税 无疑就想让川普这个让制造业回到美国 盘活美国的铁锈带这个指望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如果铁锈带的工人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拿到手的饭碗又衰烂的话 大家想想看到2020总统选举的时候 这些工人还会投川普的票吗 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 因为如果光凭中国对美国采取的这个关税措施 就能够来影响美国人的投票意外 这种想法有点简单 那么再有同样也是中国对美国的货品增加关税 也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农产品 我们知道所谓的农产品也好 制造业也好 通常被形容为美国的这个摇摆票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某某州是美国的摇摆州 那么如果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也增加了关税 让美国农民的产品卖不出去 美国的农民同样会在2020投票给川普吗 所以这是中国为什么突然增加了750亿 从美国进口到中国的货品关税的一个重要原因 换句话来说 中国现在已经把美中的贸易战 打成了2020美国的总统选战 想希望通过增加关税 希望在贸易战当中采取某一些措施 影响美国总统的选举 那么恐怕到2020总统选举结束之后 这个话题还会被美国的政界以及媒体议论 中国有没有干预美国大选 或者说中国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干预美国的大选 川普知道中国对税率的反制措施之后 可以说是暴跳如雷 为什么暴跳如雷呢 其实并不是中国对美国的货品增加了关税 其实川普也明白 中国现在已经把这个贸易战打成了选战 那么川普的反制措施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之前川普就已经宣布 要对剩余的大概3000亿 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货品增加关税 但是后来因为美中双方说 可以坐下来谈 川普把这个征收新关税的这个时间 往后推移到12月 但是现在川普不但把这个原有的征税时间 按原来的计划实施 那么并且把这个税率也提高了 那么大概税率在30%左右 那么可以说 现在美国已经全面对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货品 增加了关税 那么当然有一些个别的货品是豁免的 但是那个不影响大局了 川普除了增加关税 以及这个如其的向中国实施关税政策之外 川普还有一招就是命令美国的企业离开中国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30年 大量的外商投资 令到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 那么现在川普要求美国的企业离开中国 无疑也想打击中国的经济 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现在美资或者说外资再撤出中国的话 那么当然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就会更大 那么川普试通用这种方法迫使中国结束贸易战 答应美国的条件 川普能够令美国的企业离开中国吗 那么恐怕很难做到 为什么呢 川普这个话出来之后 美国很多商会以及行业协会纷纷发表声明 认为要他们离开中国不切合实际 实际情况他们确实做不到 商人们真是不能够离开中国吗 其实很简单 我们知道商人都有一个唯一的特点 就是唯利是图 这些美国的投资商或者外国的投资商 会不会离开中国 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他们的利益所在 如果他们今天在中国投向了大量的资源 有自己的厂房 有自己的企业 还有大量的订单 那么这些企业是不会听川普的话 离开中国的 但是也有些企业已经离开中国了 美中爆发贸易战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离开中国 这个话题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曾经讲过 现在因为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 而离开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 那么这些企业离开中国之后 谁得益最多呢 据说现在是墨西哥 越南以及台湾这几个地区 得益比较多 那么剩下在中国依然存在的外国企业 会不会因此而离开中国呢 我们刚讲了商人唯利是图 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张大嘴巴说一说 是不会令到这些投资人离开中国的 那么川普还有什么办法 让这些投资人离开中国呢 我们看川普无非有三大招 第一大招就是继续增加关税 如果一个投资人在中国投资了 而他生产东西最终是要卖回给美国的 川普只要不断地增加关税 可以让这些在中国的厂商 生产的货品没有办法卖到美国来 那么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市场的话 可能这些商人就无力可图了 那么也就被迫离开中国了 比如就拿鸿海来说 鸿海最近据说准备在印度有大量的投资 这个大量的投资第一步 是培训十万个技术工人 我们知道鸿海如果在印度 培训十万个技术工人的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鸿海会把在中国的一些加工厂 移到印度去 那么这种情况恐怕在其他行业还会有 所以川普增加关税 让商人在中国无力可图 那么通过商人唯利是图这个特点 迫使他们离开中国 这是川普的第一招 那么还有就是第二招 第二招川普可以命令 美国联邦的机构 不像这些不听川普话的商家 采购他们的产品 那么也会令到一些商人受到影响 这些商家恐怕也要被迫考虑 联邦政府对他们的压力 那么从而也撤出中国 川普还有最后一个最重要招数 就是在美国有一条叫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这样的法案 这条法案是大家非常陌生的 川普现在把它拿了出来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身边的幕僚是一群专业的人士 他对美国的法案是十分熟悉的 习近平个人很难相信 川普早就知道这条法案 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之后 一些幕僚就给川普找了很多很多办法 怎么样来制约中国 那么这个所谓的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 就是当中的一条 如果这条法案让川普拿来用的话 那么川普可以用行政命令 命令美国的企业离开中国 当然最近有一些法学家也站出来说 其实这个法案并不适用于川普 那么为什么这些法学专家会这么说呢 他们认为这个法案是用于 对付一些所谓的流氓国家 比如说伊朗 叙利亚 北韩 或者对付一些恐怖分子 那么所以川普拿来应对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是不合适的 大家仔细想想 这些法学专家的理论是能够靠得住的吗 能够立得住脚的吗 如果川普把中国也宣布成流氓国家呢 这条法案不就适用了吗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其实表面上看是贸易问题 说到底 还是美中两国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在综合国力的较量 这个层面讲 涉及到美中两国未来的命运 所以为了美国未来的命运 大家认为川普不会把中国宣布成流氓国家吗 不会把中国宣布成一个敌对的国家吗 川普只要把中国宣布成敌对的国家 这条法案就适用了 那么至于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对国家 权在总统的一句话 最近川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评价 就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人说 川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同的评价的变化 说明了川普这个人首属两端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看 川普一直嘴巴上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但是我们有看过 川普在称习近平为好朋友的时候 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贸易问题有丝毫的放松吗 所以川普看来好朋友归好朋友 两国利益归两国利益 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情 第二最近川普说习近平已经成为他的敌人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川普之前有两个前提 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成为了他的敌人 但是私交还是好朋友 最近川普又说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这又所谓何事呢 其实我们看到川普在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之后 增加了美中贸易战的价码 在这种情况下 美中两国还会不会再谈判呢 消息出来了 说中国的高级官员 两次打电话给美国财长母亲 说美中两国还是要继续坐下来谈 希望用磋商的方式来解决贸易纠纷 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国家副总理刘鹤 在很多场合也认为 美中两国必须要务实的坐下来 冷静的用冷静的态度来进行谈判 通过磋商来解决双方的矛盾 这似乎跟美国的说法好像是一致的 但是当记者问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十分明确地告诉记者说 说美中两国的高级官通电话 我没听说过这回事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记者又跑去问川普 你不是说美中两国的高层官员 最近有通话 又可能要大家协商一下 做起来谈判吗 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否认了这种消息 你怎么看 川普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十分惊讶 赶快转过头去问这个母亲 难道副总理这个级别 不算是高级官员吗 我们当然知道副总理是高级官员 川普更进一步就问这个母亲 给你打电话的是谁 母亲说 中国国家副总理刘鹤 两次电话 我们谈到过美中两国 要坐下来重新谈办这个事情 那么所以 从川普跟母亲在记者面前这个对话 似乎证明了 中国国家的副总理刘鹤 确实打过电话给母亲 接下来美中双方 还是希望坐下来谈 那么这个新闻 就让大家看不懂了 为什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要否认两国高级官员 曾经通过电话 那么美中两国在互相 都增加了这个税率之后 为什么两国还会坐下来 继续谈判 到底这个谈判 还能不能谈得下去呢 我们要来判断 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 还能不能谈得下去 首先我们要看 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谈判 到底卡在哪里了 之前我们知道 在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 美中两国对美中双方 达成新的贸易协定 都十分乐观 特别川普 总是告诉记者说 我们很快跟中国 就有一个世纪性的大协议 一个非常好的协议 那么这个话 川普讲了不下最少十次 那么今天美中双方的这个谈判 似乎已经接近破裂了 到底所为何事 其实我们知道 美中双方开始贸易谈判的时候 美国提的条件 是不断有变化的 一开始美国认为 中国的某些领域 应该对美国投资人开放 中国的这个强制知识产权的转让 这种做法应该放弃 那么还有 美国一些公司 某些行业 在中国所开设的工厂 是不能占有50%的股份的 比如说汽车行业 那么这种做法 是对美国不公平的 一开始 如果是在这个层面上 恐怕两国的贸易谈判 就非常顺利了 那么再有 中国一向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 发生任何这个波折的时候 中国都会加码采购 美国的农产品 或者是美国传统能源的产品 那么这就让大家的贸易矛盾 慢慢就减缓了 但是在这次美中 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当中 美方谈判代表 又加码了新的条件 其中一条非常重要 就是中国不能再补贴 自己的出口企业 我们知道 中国对本国的出口企业补贴 这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 一直推行的一个措施 这个措施的作用在哪里呢 这就让中国生产的很多货品 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竞争的时候 价格就有很大的优势 那么如果中国不再能补贴 这种出口企业的话 中国很多企业生产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 就失去了竞争力 那么如果没有竞争力的话 中国的货品出口到美国 恐怕就会大大减少了 那么这一条 是对中国的经济有重要影响的 那么再有一条更重要的 就是美国认为 如果美中双方达成了新的贸易协定 美国也不会马上取消 对中国所增加的关税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美国认为过去 中国跟美国达成了很多贸易协定 中国加入WTO之后 对国际社会有很多承诺 但是这些承诺 统统都没有做到 所以美国高度怀疑 这次如果再签订新的贸易协定的话 中国会不会顾忌重演 协定归协定 实际做法归实际做法 所以美方认为 签订贸易协定之后 关税不会马上取消 过一段时间 看到中国确实是按 新的关税协定里面的条款 所执行了 美国才会取消关税 这对中国来说 无疑是一种奇耻大辱 新的贸易协定签订了 但是关税不取消 那么有了贸易协定 美国很多货品进口到中国 那么会有很多便利条件 但是中国的货品出口到美国 同样还是有关税 那么所以这是中国难以接受的 正当川普说 我们很快就要签署 一个贸易协定的时候 正当美国的财经官员说 我们跟中国的贸易协定 已经谈成了90% 还剩10%的时候 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就破裂了 因为新的贸易协定当中 所拟定的很多条款 在这个中国谈判代表看来 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要求川普重新谈判 而川普认为 你要求重新谈判 就是放弃了你过去 对美国的承诺 那么这是一种不守信的行为 所以贸易谈判才到了今天 那么既然贸易谈判的结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吗 我们在看 有没有新的办法 来解这个结之前 再看看有没有新的矛盾出现 这个新的矛盾 就是美国把贸易问题 跟香港问题挂了钩 川普公开说 如果中国想跟美国达成贸易协定 首先要人道的解决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我想大家看过新闻 都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且香港的这个社会动乱 还在继续发展当中 那么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香港现在所发生的问题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或者有什么解决的曙光 就在这个时候 川普把香港的问题 跟美中贸易挂上了钩 也就是说 香港的问题 如果不能够顺利解决 或者用美国的眼光来看 人道的解决 那么美国也不会跟中国 签署这个贸易协定 这等于把美中双方贸易谈判的 最后一条路给堵死了 如果中国愿意在一些贸易条款上 做出让步的话 美中两国恐怕还能够继续谈下去 至少能够谈下去 谈不谈得出一个成果 另说 但是现在川普把香港问题 跟美中贸易挂了钩 等于说 中国政府必须用软的方法 来解决香港的问题 就是答应香港示威者 所提出的五项要求 如果这五项要求没有被答应 而香港的示威者还继续示威的话 或者说香港的警察 用更加强力的手段 去镇压这种示威的话 那么美国的眼里边 这就不是用人道的办法 来解决香港问题了 那么所以贸易问题 也就不存在有解决的可能了 所以中国政府正是因为看到 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了 那么所以 才对美国进口到中国 价值750亿的货品增加了关税 也就是说 决心要把这场仗打下去 并且把它打成了2020美国总统的大选的选战 那么现在形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那么为什么美中双方还是要表示要坐下来谈呢 川普为什么说一切皆有可能呢 其实我们看从美中双方贸易谈判一直以来 川普的态度非常坚决 我设定的就是这些条件 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 你如果答应我们就签协定 如果不答应我们就打贸易战 川普到底有没有可回旋的余地呢 修杰哥认为在几个方面川普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 比如说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 在对美国的某些企业开放投资领域方面 那么川普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的 那么至于说签订贸易协定之后 美国会不会马上取消关税 修杰哥认为这条是可能有回旋余地的 只不过看中国给美国的条件是什么 那么我们刚讲了 既然中国知道了香港问题跟美中贸易问题一旦挂钩的话 那么接下来谈判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话题可谈了 中国为什么还要两次通过副总理刘鹤打电话给美国财长母亲 说双方还是要用磋商的办法来做起来谈判呢 其实中国的想法修杰哥认为是这样的 跟美国的谈判不能断 因为一断的话 那么中方在这个理据上就站不住脚了 因为中方一直说谈判 而美方一直不让步 那么在外界看来这是美方不讲道理 并且这个谈判如果延续下去的话 很可能一直延续到2020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2020的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没有选上换了民主党的这个总统上台 民主党的新总统肯定为了改变美国的一些经济状况 改变美中关系的一些矛盾 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让步 所以这个谈判如果延续下去的话 可以让中国更加了解美国的这个内外政策 可以让中国在谈判当中更加清晰 美国的这个关键的要点在哪里 或者哪些地方可以让步 那么所以这就是中国要求美国一直坐下来谈的原因 那么至于双方9月份会不会坐下来谈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那么修杰个人判断双方9月份坐下来谈的机会并不大 那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中国经济的状况如果出现负面变化的话 美国经济的状况也出现负面变化的话 恐怕两国的谈判代表两国的首脑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那么我们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 我们当然不希望美中双方的贸易战继续打下去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恐怕近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贸易战跟选战问题挂钩的话 如果贸易战跟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之间的斗争挂钩的话 恐怕这里边的矛盾将会更加复杂 既然贸易战已经不断的升温了 美国的企业会不会撤出中国 我们有待观察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两家美国的企业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中国 一家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十分熟悉的Costco 在这个礼拜Costco在上海开了在中国的第一家店 可以说盛况空前 在下午三点警察就把Costco给封了 Costco也宣布暂停营业 为什么呢 因为人太多了 在中国消费者看来 Costco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事情 当天Costco一开业 整个十万平方尺的这个商场里面挤满了人 货架在不断的更新 那么盛况空前让我们突然想起了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现在很多中国的网民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纷纷支持中国要跟美国打下去 纷纷要说抵制美国的这个产品 但是Costco一开 在上海的Costco却引来了众多的消费者 所以可见中国的民众在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当中 口号归口号 发帖归发帖 最终美国的商品还是对他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 除了Costco之外 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企业 最近也进入了中国 这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是美国的一款电动车 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款电动车 它的续航能力目前还无出其右 特斯拉在美中贸易战升温的时候 进入上海十分引人关注 为什么引人关注呢 这里面有几点 首先我们知道 过去美国的汽车企业 如果进入中国的话 只能办合资的企业 不能够有独资的权利 那么再有合资企业当中 美方只能占50%以下的股份 第三点最重要是 合资企业里面所有的先进技术 是归合资企业所有的 也就是说 美国只拥有50%的知识产权 而中方的合资方 同样拥有50%的知识产权 那么这也是 这是美中双方贸易谈判当中 美方指责中国对美国企业 不公平的一个要点 特斯拉现在进入中国的 条件是什么呢 首先特斯拉是美国 所有汽车厂商当中 第一个 以全职身份 进入中国的一个制造厂 也就是说 特斯拉进入中国 100%是特斯拉自己的企业 没有中方的合资方 那么再有 特斯拉从今年年初 访问上海到确定建厂 到现在9月份 很可能投产 总共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现在中国相关的管理部门 已经批出了特斯拉生产许可证 也就是说 今年年底 特斯拉很可能 就会有新车下线了 那么特斯拉进入中国 是开创了第一个 全职的汽车制造厂 进入中国 但是 而更重要的是 特斯拉如果一旦 以一个全职汽车制造厂的身份 进入中国的话 特斯拉的在中国的售价 将会大幅下降 那么这对中国的电动车行业 那么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我们知道 中国的电动车行业 既有自己独资的 也有跟外面合资的 如果特斯拉一个厂进去 冲击了所有的电动车生产厂家的话 那么接下来 中国的汽车市场 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接下来 中国一些对外资的管理 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可以说 特斯拉一个小小的厂 很可能会牵动 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 乃至对外资企业的管理 那么讲完中美贸易战 我们要讲讲 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中美贸易战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是另外一个因素 也现在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 就是社会治安问题 我们生活在加州 这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了很多 社会治安恶化的新闻 我们加州的社会治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生活在加州 还是安全的吗 接下来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社会治安 是会继续恶化呢 还是会好转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令到社会治安慢慢好转呢 这跟我们的立法机关 跟我们的民选官员 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来跟大家全面来看一看 我们加州治安环境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